今天要下了一头小牛犊 前段时间下的全是母牛 这段时间 即使下的都是公牛犊 下了已经有牛头了 牛头那个小牛犊都是公的 今天下了一头又是一个公的 菜篷刚刚下来 这头土牛下了一个一代的小牛犊 自己用三代的公牛配的 小牛犊很漂亮 小一代 很漂亮 很多人说西门塔尔的配这种土黄犊会难缠 但是我们这里真的是见的太多了 我们这里的所有的土牛全部都是配的西门塔尔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一个难产 包括是投胎的母牛 这个牛头真的好漂亮 这小牛都真漂亮 这个鸽子很大呀 这骨架很大 这是一个土牛配的是三代的新牌 但是它这个白色的毛已经接到鼻子这里了 这一头也是前段时间下的 包括这一头 还有那边一头 基本上这几头都是差不多时间 一天配的 前后差不了几天 所以我通过我们这里啊 这么多土牛配西门塔尔 得出的结论是 不是说所有的土牛配西门塔尔都会难产 只是说个别的 像这种土牛的话 你真正要讲你养的时候不能养太肥 不然它那个牛肚太大了 那真的会造成难产 你如果是养的大小和室啊 那个牛肚下出来的和室 你不要太大 像有个四五十斤 五十斤左右就够了 像我之前的有一头牛的话 下下来有七十多斤 接近八十斤 像这么大的牛肚的话 如果是土牛下的话 那就绝对会难产 反正我个人认为呢 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 像这个土牛的话 下了一个一代的西门塔尔 你想一下 这种牛肚的话 价值就比一个土牛肚的价值 要高很多了 这个就是之前买过来的时候 人家是配的土牛带毒的 你想一下 这个已经下了差不多快半个月了 比起这一头刚刚下的还要小 到时候长得绝对没有这头块 现在从他的股价各方面都看得到 但是他还要从自己呢 但是他应该敢看 我这样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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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